大家好 我是柏燕 歡迎收看財經第一線 現在錄影時間是2020年2月7號的8點43分 昨天台股表現非常的亮眼 昨天台股指數大漲了176點 漲了1.52個百分點 而且是直接開高走高 幾乎是收復了1月30號我們那一根長黑線的一半 而且是不留下影線的一個強勢上漲 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呢 是不是就是幾乎已經收復了1月30號長黑黑線的一半 未來台股怎麼走 柏燕認為短期震盪後 持續上攻的一個機會的機率是相當的大 為什麼 主要大家看一下最近有兩個不錯的一個發展 第一個是美中貿易戰又見合環的一個跡象 第二個是說 武漢肺炎其實它也出現了一個轉機的一個情況 台北股市昨天為什麼會大漲 大家看一下 主要是因為中美貿易戰有一個合環的一個跡象 中國昨天宣布他們為了回應 之前美國的一個善意的一個表現 美國之前把他們1200億美元的關稅減半 中國現在也跟進動作 而且是也一樣也同樣是減半的一個動作 而且是2月14號開始原本課稅750億元的美國商品 現在原本加征10%的關稅現在減為5% 原本加征5%的一個關稅現在減為2.5% 也是因為這樣的一個利多消息的一個激勵 造成昨天台北股市大漲 而且不是台北股市大漲而已 大家看一下 包括美股跟陸股也一樣在同步的一個飆漲 昨天稻窮指數又再創新歷史新高 漲了0.3億個百分點 那SAC也一樣漲了0.67個百分點 上任指數也是因為受到這個利多一個激勵消息 漲了1.27 深圳也是漲了2.87% 好 大家看一下 如果現在美中貿易戰合環的話 如果中國同步也釋出了一個善意 美國後續會不會在美中貿易戰的一個情況之下 持續的那麼的態度強硬 其實不見得會了 因為大家知道現在中國 它受到武漢肺炎疫情的一個衝擊影響 他們的GDP的成長率可能會下滑 第一季可能會下滑一個百分點 如果美國不幫助中國恢復他們的經濟 美國長期也會受到影響 所以美國後續它持續釋出善意的機率 其實是相當大的 比如說中國原本承諾在2017年採購水準上 今年要加購125億的農產品 可是現在完蛋了 現在因為武漢肺炎的疫情 中國經濟可能也會受到影響 就有可能會沒有辦法去落實 加購125億的農產品 不過大家看一下 美國農業部長昨天怎麼說 美國的農業部長昨天說 美國必須對這件事情寬容以對 好 這是不是也印證了 上週五 上週五美股大跌 造成台北股市在這個禮拜一也大跌 那時候不會就跟大家講 其實美國他們上週五大跌 是因為他們要強化疫情的 武漢肺炎疫情的防治 禁止就是近期曾經待在中國的一個 待過中國的人口的人進入美國 這件事情引發中國外交部的不滿 可是不會那時候就一再的跟大家強調 中國那時候批評美國造成美股下跌 其實中國他只是要對內 他對外強硬其實只是要對內交代而已 表演性質居多 後來是不是印證了呢 好 所以美股不容易在因為這件事情 而 美股不容易在因為類似的事情而大跌 大家來看一下 那如果美國 美股不容易大跌 台股也就不容易大跌了 那美股有沒有機會上漲呢 帶動台股上漲 而且伯彥是覺得機率相當大 為什麼 因為美國現在的經濟情況其實是相當好的 美國一月他最新公佈的一個製造業指數 PMI達到50.9 表現超乎預期 而且他月漲幅是2013年的以來 是最大的 而且美國他的一個最新公佈的一月新增就業人口 達到29.1萬人 單月新增人數就創下近五年來的最大紀錄 之後如果美中貿易戰進一步的和緩的話 美國經濟會不會再成長 一定會再成長 如果美國經濟再成長 美股就會持續創高 也會帶動台股持續的一個反攻 再來看一下 中國大陸的部分 中國大陸雖然他們在開紅盤的時候 中錯了一個八個百分點 可是現在中國並不是沒有一個動作 大家看一下 人民銀行他們週一 他們這個禮拜一就投放了1.2億人民幣 去救經濟 禮拜二也持續投放了5000億人民幣 而且這也是為什麼 因為他們經濟上面有見到一個 有一個拯救的一個跡象 外資也持續的透過香港的北上資金 去搶購入股 所以像現在的情況之下 其實入股它也見到一個 和緩的一個跡象 不會有見到一個止跌的一個情況 而且如果美中貿易戰 如果後續持續的一個減免關稅的話 會不會抵消武漢疫情帶來的 武漢疫情帶來的一個經濟衝擊 就有可能帶來 帶來減緩經濟衝擊的一個效果 所以入股會不會持續的上攻 機率也是相當大的 好 再來看一下武漢肺炎的疫情 武漢肺炎疫情 大家看一下 現在好的一個消息是 現在疑似病例持續的在下降 而且是大幅度的下降 如果疑似病例大幅的下降 未來他確診的人數可能也會持也會就會持會會往下降 為什麼 因為大家看 疑似病 確診病例一定是疑似病例來的 如果疑似病例都在下降 確診病例怎麼會快速的一個攀升 所以未來 確診病例他下降的機率是相當下降機率是相當大的 再來看一下 這是昨天發布的一個最新報告 中國現在確診人數達到兩萬八千人 可是大家看一下 好現象是什麼 好現象是死亡人數563例 治癒人數1153例 治癒人數治好的人數幾乎是死亡人數的兩倍 好 再來看一下 而且再來看武漢肺炎 他們現在治療的藥部已經露出曙光了 衛福部證實像美國之前有一個案例 他們服用了一個瑞德西韋的一個藥物 結果沒有副作用 一天之內就見到治療的一個效果 原本他們這些 我本人認為這有可能只是網路的傳聞 可是現在看一下 如果台灣的衛福部 昨天衛福部長陳時中就講了 如果他們希望說 這些藥物能夠保留一部分的一些 一些藥物能夠來到台灣 讓台灣去治療 去治療一些我們也收到確診的一個病患 好 如果是假消息 如果不是假消息的話 那請問一下 衛福部長 為什麼他會希望能夠 這樣的藥物能夠保留一部分來到台灣呢 所以呢 像這樣的藥物 的確有可能是未來 武漢肺炎一個救命的解藥 好 中間各種國際的因素 還有一些武漢肺炎的因素呢 現在都持續的看好的一個情況之下 大家看一下 新台幣啊 在台股的部分的話 新台幣其實連續三天都是升值的 而且外資沒有大局匯出 仍然似機佈局台股 再看一下外資昨天 又繼續買超 又也是買超了52億元的一個新台幣 所以台股未來上漲反攻的機率 其實還是相當大的 所以投資朋友別忘了 現在呢 要持續的鎖定一些 比較強勢的一個族群的個股 比如說什麼AI人工智慧啊 5G跟物聯網 還有一些轉機缺貨的一個題材 比如說面板CIS影像感測器 PCB 被動元件記憶體跟矽晶圓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最近台股怎麼樣漲 就是在漲這些族群呢 像2月3號大家看一下 被動元件啊 面板記憶體跟矽晶圓在漲 2月4號輪到漲被動元件 2月5號漲記憶體 2月6號呢 則是在漲PCB跟CIS影像感測器 還有被動元件 昨天在漲什麼 大家看一下 3189的一個PCB嘛 它所謂攻上漲停板 而且它5是因為5G帶動了 ABF載板的一個需求大增 8046的南電也一樣 也是PCB ABF載板的一個部分 再來看一下CIS影像感測器 它是不是也在缺貨呢 所以3227的原相 昨天也有一個強勢的漲幅 還有再來是3374的一個精彩 它是做CIS影像感測器的封測 它昨天也是漲了6.83% 再來看被動元件 昨天也是受惠的一個族群 4760的琴凱昨天漲了7.23% 所以投資朋友別忘了 在現在台股有機會上漲 反攻的一個機會大增的一個情況之下呢 別忘了鎖定這些族群哦 也別忘了再加入 記得加入伯彥的一個LINE群組 讓我們一起關心股安肺炎 對台股的影響 伯彥也會適時分享伯彥看好的個股哦 我們明天見 掰掰